感受生活 品味文化 这里是文化时分 大家好 我是殷琪 今天的节目里 我将与您一起分享和感受文化的魅力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 以坚实的考古材料和综合研究成果证明 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史 是真实可信的历史 这一结论性认识对于我们了解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 增强历史自信和文化自信 推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深远意义 随着暑期的到来 本周文化时分推出中华文明探源系列报道 带您走进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几大重要考古遗址 一起去看一看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的历史脉络 认识中华文明为人类文明进步事业做出的重大贡献 养勺文化是黄河中游地区重要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 延续时间长 分布范围广 是华夏文明最重要的源头之一 1921年 河南省三门峡市免池县养勺村迎来科学考古发掘的第一产 养勺文化因而被世人所知 中国现代考古学也因此发任 一百年来通过对养勺村遗址 庙底沟遗址及全国各地养勺文化遗址的考古发掘和研究 深刻改变了我们对祖先和历史的认知 也向世界系统完整地揭示了远远流长 灿烂辉煌的中华文明 今天的中华文明探源系列 让我们一起走进依托庙底沟遗址建立的 庙底沟博物馆近距离领略养勺文化的鼎盛风貌 养勺文化是我国黄河中游地区一种重要的新时期时代文化 距今约七千到五千年 因1921年首次发现于河南省三门辖市的免池县养勺村而得名 因其以色彩绚丽的彩色陶剂为代表 又被称为彩陶文化 养上文化的发现就推翻了中国无时期时代的这样的一个结论 把我们的中国史前的历史上前推进了至少了两千年 如果我们中国文化可以叫做崇拜花朵的话 那么养上是处在花心的位置 所以可见它的重要性 庙底沟文化是养勺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类型 是养勺文化的鼎盛阶段 它以绚丽多姿的彩陶花文为旗帜 掀起了中国史前疑似波澜壮阔的艺术大潮 由此奠定了文化意义上的早期中国 建立在庙底沟遗址之上的庙底沟博物馆 目前陈列展出文物3344件套 其中70%以上都是近年养勺文化考古发掘的最新成果 花开中国是庙底沟博物馆的长设展览 也是目前国内彩陶文物展出数量最大 类型最全 跨越考古年代最长的彩陶文化集合展示 三大镇院之宝在这里悉数展出 您看我旁边的这件它的名字叫做月牙文彩陶罐 通过我们的镜头可以看一下 顾名思义在它的罐身的周围遍布了这样子月牙文装饰的图案 那它也是到目前为止 养勺遗址出土的唯一一件器型最为完整 同时呢又带有月牙文装饰的这样一件彩陶器物 它的珍贵程度也就可见一般了 所以它也当之无愧地成为了庙底沟文化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之一 月牙文彩陶罐于1981年在养勺村遗址出土 专家分析陶罐上的月牙文可能源自养勺先民原始的天文崇拜 也可能是对月亮最初的向往 你可以看一下数一下它总共有多少门月牙文 它是由14门月牙文组成的彩陶罐 器物非常精美完整 因为一般彩陶出土都已经变成碎片了 因为经过几千年的历史 能像这么完整 规整的非常罕见 也代表了养勺文化时期制陶工艺的一个水平 有专家认为养勺先民在农业生产过程中经过长期的观察 发现了月亮的周期运动 月亮从圆到缺一共经历了14天 所以养勺先民把他们的认识 用形象的图案绘制在陶器上 虽然这种说法目前还有待考证 但养勺先民的艺术想象力 远古文化艺术之美震撼了很多参观者的心灵 花开中国 花瓣文饰是庙底沟彩陶上的典型文饰 就这个是不是也是咱们的正馆之宝之一 也是我们的正馆之宝 也是我们庙底沟遗址出土的彩陶 就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 对 它是由弧线三角纹组成 然后还有这个圆垫组成 它就是我们以后这个庙底沟彩陶一种母体文样 随着时间的发展它这个文饰现在越来越复杂 然后我们前面有一个透明触摸屏 然后通过这个技术 我们可以把这个花瓣文清晰地展示在我们的面前 它是一个多半式的花瓣文 而且它们之间这个花瓣是互借的关系 而且是一个二方连续构图 花瓣文是我们庙底沟彩陶最具代表性的一个文饰 庙底沟文化不仅是中原地区最为繁荣强盛的文化 其影响范围之广 东至海带 西至干青 南越长江 北底阉山 海带地区 长江地区出土的彩陶上都出现了花瓣文 河道地区也有典型的养勺文化气形 小口尖底瓶 来看一下我们这排气舞 这个气形非常独特 我们在这个考古学上就叫它小口尖底瓶 那你猜猜这个小口尖底瓶是干什么用的 取水 对 因为很长时间我们一直认为它可能是一种挤水器 但是经过这些年我们考古学家的研究 和一些学者最新的发现 更倾向于认为它是一种酿酒器或者除酒器 因为它杯口小利于密封 是不是 然后还有它这个杯底比较尖 然后它下面便于它这个残留物的凳氢 就沉淀下来 对 沉淀下来 所以现在我们更多的学者认为它是一种酿酒器和除酒器 而且这种气形是我们一个养勺文化非常典型的气形 也就是说只要我们出租这个小口尖底瓶 一般认为这个遗址肯定就是养勺文化的遗址 除了彩淘艺术 养勺文化庙底沟时期 已经拥有了高度发达的农业经济和复杂化的社会结构 出现了大型的中心聚落 繁荣的手工业 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重点发掘和研究区域之一 三门峡领宝市的西坡遗址 发现了大量房屋基址 壕沟 桃窑 墓葬等 其中房屋基址为新世纪时代单体建筑面积之最 是目前发现的中国最早带回廊的建筑 被誉为中华第一工 我们这里展示的是一个西坡遗址的大沙盘 这个沙盘展示的当时是一个西坡遗址的中心广场 这个中心广场有将近4000平方米 也是目前为止发现这个 养烧文化时期最大的一个广场 这个广场周围分布有很多大房子 可以说是政治中心 所以说我们说这个西坡遗址具有独裔性质 我不拍它亮不亮 不拍不亮 拍一下 庙底沟博物馆设置的数字化展览 邂逅庙底沟人 以庙底沟彩桃文化与远古人的日常生活为主线 从历史 建筑 聚落等多维度解读 再借助多媒体特效和互动游戏等数字化技术手段 诠释了史前庙底沟的风貌 并让跨越千年的历史活了起来 让观众拥有了更为直观的沉浸式文化体验 我们博物馆大量的采用数字技术和多媒体展示手段 通过这些手段能够使我们普通观众 特别是我们的孩子们 能够更加直接的体会到我们鲜明的生产生活场景 感受到我们养勺鲜明的生活智慧 进一步感受到我们中华文明的渊源流长 和传承有序 以及中华文明的一脉相承 考古学家把中国的新时期文化 比作一个巨大的崇拜花朵 而养勺文化是多元一体崇拜花朵式 史前文化发展格局的花心 是我国史前时期影响极为深远的主干性文化 为后来的黄河文化华夏文明奠定了基础 暑假带着孩子到庙底沟博物馆 去感受一下中国这朵文明之花吧 今天节目就是这样 感谢您的收看 明天我们继续相约文化时分